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强大 整个各方面都是比较全能了吧 不同点就是 就是他会武功 我不会 我是一个佳佳 相同点应该就是 对喜欢的事情和人会比较执着吧 现实中不敢主动成功 就是非常怂的 但是会稍微的试探一下吧 就是看看互相有没有感觉咯 就开场的戏就还蛮印象深刻 因为他第一次出现 就是在皇家的一个秋冽 几个皇子啊 然后大家都在这个森林里面 凤七五五也在里面 作为唯一的一个女生 以唯一作为皇子 然后其实是在 他选这个皇家里面 有哪一些公子 是比较合心意的 然后这个家族里面 希望他早点成亲 但是呢最终他以武力指 获胜了 然后这个就是叫什么 平实力单身 就是现阶段来说 我其实是更喜欢性格丰满一点的女孩子 其实不在乎说她到底是 说是温柔还是说直爽的 然后不盲目地跟随别人 这样的角色就是我现在比较喜欢 我们都长大了 就是说实话 我觉得杨阳外表上的变化 我其实觉得很小哎 基本上没有太多变化 大家在一起 那种比较默契啊 熟悉的感觉 还是还是蛮好的 不想想啊 因为我们剧里面 我都喜欢露丝了 我跟白风希 在这个里面 本来就是一对海闺蜜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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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